哈喽 大家好 我是SNE的Justin 刚过完年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 我相信大家都在新年的期间当中 吃了很多很多美好的一些食物 我相信吃了很多的一些高胆固醇 脂肪 然后还有碳水化物物 蛋白质之类的东西 可能会造成我们身体的一些负担 我也相信 在过年这段时间的时候 大家大吃大喝的时候 体重也增加了不少 我相信你在你心中的时候 可能看到一下你的心中宝贝 可能体型已经开始发福了 好 那我们今天就要跟各位谈谈一下 心肝宝贝 在每一个人的心目中 都有他的心肝宝贝 自己从字面上来讲 心肝宝贝好像是你最珍贵的 你最重要的 你最喜欢的 很有价值的一个人 对不对 我相信在SNE里面呢 有很多的一些客户 有很多一些领袖 都是我们SNE的心肝宝贝 我们再从字面上来讲 心肝宝贝 心就是我们所讲的心脏 肝就是肝脏 所以心脏跟肝脏在我们身体 到底重不重要啊 如果我们今天心有问题了 肝有问题了 那我相信很少人会把他的心换给你 很少人也会把他的肝换给你 而且要找到同等的肝的元素 才能够换给你 都是属于亲属的肝换给你 所以心肝宝贝在我们身体 占了很重要很重要的地位 心到底重不重要呢 心里面包含了什么 心脏 血管 血液 所谓的心脏能够把我们里面 把我们身体的血液 输送到各身体部分 输送氧气 输送养分 然后让我们身体各部分 都得到足够的营养跟氧气 那当然输送当中 血管也是非常非常重要 如果我们血管阻塞的时候呢 那我们输送血液的时候呢 就会受到很大很大的阻力 所以我们要有心脏的健康 血管的健康 还有我们血液输送腰很倡道 那我们来看看一下 从血液从器官流向于心脏呢 我们就叫做筋脉 那从血液从心脏运输到 各个器官的管道呢 就是动脉 所以说我们有静脉跟动脉 静脉跟动脉当中 当然我们不让它阻塞 一阻塞我们身体就很大很大 好 那我们来看看一下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是不是吃了很多很多的一些 所谓的高脂肪啊 高蛋白的造成我们的心血管阻塞 那循环器官方面呢 如果是会有一些症状的时候 诶 有没有人讲说 我过完年的时候发觉到 诶 我的心这边呢 有一点点脚痛脚痛啊 呼吸困难啊 我们的脉脖不规律啊 手脚会发冷啊 会产生一些血压比较高 有些人会浮走啊 那如果这样子长期下去 就可能会有心脏病 低血压高血压 糖尿病中风 然后最怕的就是有心肌梗塞 然后血传塞 然后呢动脉硬化 刚刚我们讲的是动脉硬化 好 我们讲了那么多 关于我们的心脏宝贝 还有关于它有些症状 哪些东西在SNE里面当中 可以帮助到它呢 我们公司有一个有两个产品 都能够帮助到我们的心脏 我们的血液 还有我们血管的问题 如果你今天已经出现 三高的问题的时候呢 我们不妨来尝试一下我们SNE 第一个我们讲的就是我们的SBE 就是沙集平衡精华 沙集平衡精华里面它的成分呢 含有我们所讲的它有 沙集果肉油占43% 它有沙集果皮油占33% 它有沙集中脂油占24% 然后呢这个SBE呢 在我们在SNE里面呢 它的价格非常合理非常合理 然后一合的话只需要120块 就可以针对我们所谓的心血管疾病 当然如果你今天要 让它的所谓的更加强 我们所谓的胆固醇啊 气胆固醇啊 让我们的血管啊 能够更冲畅的时候 你再配合我们的SNE 甜蜜精华 SNE甜蜜精华里面 它只是纯属沙集中脂油 这两个配它的时候呢 你会发觉到 在短短的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当中的时候 你会发觉到你身体的一些 所谓的症状啊 比如说心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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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痛痛啊 呼吸困难啊 脉搏也规律了 手脚比较不容易发人了 这个就是我们SNE的这个沙集产品哦 一个是SBE 一个是SNE 这两个是绝对可以帮助到我们的心脑血管的一些问题 刚刚呢我们谈到一个心 只是其中的一个器官哦 肝 然后呢也是对于我们身体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哦 所以我们讲说心肝宝贝就是这两个器官在我们身体占的很大 很重要的一个地位啊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肝脏主要的功能是什么 其实肝脏最主要的是分泌胆子 然后呢储藏我们的糖 所以说有很多人做劳工的时候呢 他要吃很多的饭 吃完饭的时候消化它储存起来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这三个小时四个小时五个小时 他有力做工哦 所以他是储存糖分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器官哦 接下来就是他能够调节我们的蛋白质脂肪碳水化物的新陈代谢 还有最大的最重要的可能我们会发觉到他有解毒的功能跟造血跟凝血的作用 肝脏是人体最大的解毒器官哦 为什么这样子讲 因为各位会发觉到我们每天吃下去的食物呢 煎炸炒炸呢 我相信这些食物是很可口的 很美味的 所以我们也不在饮食过程当中的时候呢 可能也吃进去的大量的一些毒素 当然这些毒素一定要排出来 如果不能排出来的话 会造成我们身体的一些负担 所以说今天呢 更要跟各位谈谈 体内的这些毒素 吃进去的这些毒素有损肝脏哦 还有有些人长期吃药物的 也必须依赖肝脏来跟他解毒 要不然肝 那个医药物的沉淀呢 造成我们身体的一些免疫能力 包括我们的一些所谓的 让我们的器官会受损 然后呢最重要的是最初把它排出来 然后肝脏就是把它由形成的胆子里面 到了我们身体的一些 到了一些身体的一些所谓的 应用过程中把它排出体外 这个就是肝脏最主要的一个功能 然后把毒素排排出体外 当然基本的前提之下的时候呢 肝一定要健康 接下来我想要跟各位谈谈的 SNE即将要所谓的推出一个产品 叫做天地之王 然后里面的最主要的成分呢 它是牛章枝 牛章枝这个植物呢 我相信有很多很多人都有听说过 它是所谓的我们所讲的植物里面的红宝石 它是台湾的国宝 为什么它的功效那么强呢 甚至于它所谓的抗癌肿瘤呢 都胜过于我们所谓的灵脂 它的功效作用呢 第一刚刚所谈到的肝脏最主要的是 有解毒跟排毒 还有有些我们的一些伙伴们 有些喜欢喝两杯的饮酒的 然后呢可能呢也有解毒 也有解酒跟解宿醉的功能 第三呢它可以抗抵抗病毒 抑防流行性感冒 跟肠病毒还有提升免疫力 这个是第三 接下来第四呢就是我们所看到的 抗过敏还有有哮喘的人 牛章枝对它都有很大的帮助 第五大家都很了解的 牛章枝本身有抑防癌症 抗治癌细胞的生长 然后呢第六呢本身如果是有肝炎 肝硬化肝病的人都非常非常适合 第六如果是说有肠胃病的 帮助大小小肠的 然后蠕动可以就是等于是说 如果有肠胃病的 它可以帮助我们小肠的蠕动 然后预防便秘 第八然后是修复血管的细胞 增加血管壁的弹性 然后溶解血块血半 有些人的血管壁还已经会有一些血块的凝固 造成血管阻塞 然后第九呢可以治疗各种心脑血管疾病 刚谈到的有关一些心血管疾病都有很大的帮助 还有震动然后抗炎第十一 第十然后呢预防骨壳疏中症 然后第十二肾脏方面的疾病都有帮助 还有第十三糖尿病 第十四免疫力过强的 所引发的一些皮肤病它都可以帮助 还有退班还有其他的一些功能 所以SNE即将推出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天地之王 里面最主要的这些成分呢 其实这些成分呢都不需要我讲你们各位 大家都可以在上网可以查查查查查查查得到 它已经具备了大家公认的这样子的一些元素 所以我们今天呢再跟我跟各位谈到 我们的心要健康干要健康在SNE里面呢 你绝对可以找到我们的所有的一些保健保护 我们身体的一些营养品保健品也好 所以过完年的时候呢 我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再好好的爱护一下身体呢 吃了太多的一些我们所谓的一些 让我们身体造成的负担的 或者是造成我们血液浓度增强的 都可以来尝试一下我们的这位所谓的SBE SNE以及即将要推出的我们的所谓的天地之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